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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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看 从此 姑娘不必再为此躲躲身上了 蜡木 小梅 开始都难以接近 这最后一片神石 竟如此温柔可燃 公子 为何这般看着我 在下失态了 方才在下觉得 罢了 如果说出去 姑娘会觉得在下太过梦了 公子不妨说说看 许久以来 在下一直被一个梦纠缠 梦里有个令在下心动的姑娘 似真似幻 但总是触不可及 方才在下见到姑娘 觉得姑娘与我梦中的她 颇为神似 一时间就没有一开眼 她的梦中残存着少顶空心的记忆 难怪她会画了那幅画 让我真是她的梦中情人 但拿下她 不是易如反掌 姑娘不信 我信 在下文人 在寿街开了间酒楼 明月滨风馆 供文人雅士集会 请叫姑娘方明啊 小女子名字俗气了些 不如公子给起一个吧 姑娘抬举了 那既如此 姑娘以为月下如何呀 许久以来 文人一直被一个梦所纠缠 这梦里有一个令文人心动的姑娘 似真似幻 但总是处不可及 方才文人见到姑娘的时候 觉得姑娘与我梦里的那位 颇为神似 文人公子这梦中的姑娘 倒真是不少啊 岳下 她是何人 我是何人 我是她昨日的梦中人 她昨日也为我画像 还为我遮掷做发簪呢 我以为你重情终医 原来你是个建议四千朝气暮处的家伙 姑娘 我公子欺人偷信的功法还真是高明啊 我都差点被你给骗了 我才离开没多久 你就对别的姑娘够三大四了 这天亮都摆不过来 要批你 我 你听我解释啊 你听我解释啊 什么解释 好甜 好特别 我喜欢 太有救了 可这里黄金虽疯 但要想练成真金火 这库中所有金银 怕是会尽数焚烧 黄金数量太过庞大 我们还是就地焚烧 比较方便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 得三人一起用法术加持 才能练就至传的真金火 嗯 苏夜行劳 苦心经营方才雷剑出这栋黄金屋 现在就要复制一句 杀人风俱载 我们挣钱大计 哎呀 有梦啦 啊 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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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 清吗 我们 开始吧 这还差不多 来 我花光了你所有积蓄 你放心 日后我会还给你的 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啊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我到底哪儿热陈元祖了 嗯 算了 大概啊 是我这一年多行不易 逼自毙吧 算了 不想了 虽然我的积蓄没有了 但是 我要用我的真本事赚钱 什么真本事啊 写画本啊 对啊 就是写画本啊 你想想 我能用友情侠影录 骗了受戒一年 那就证明我有讲故事的天赋 可是写画本来钱不快吧 那有什么呀 其实呢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你在我心里 就是最重要的财富 真心已经是你的了 所以啊 这日后不管风寒酷暑 转多转少都无所谓 只要 能跟你在一起就行 打住啊 别太感动 来 该演示了 哦 我的班主听 它听了以后那是连连叫好 还愿意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 咱们有了钱以后 那就是缔造新的故事 这鸡生蛋诞生机 小梅 我有事情要离开一段时间 恐怕不能和你开启新故事了 离开多久啊 也许很快 也许很久 你别难过 等我办完了事情我就回来了 来 来 虽然我不知道内情 但是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付我 这是我这些天写画本赚来的钱 也就这么多了 但是 穷家富戮 这些大蛮人 你当真如此信我 当然了 放心吧 你走了以后啊 我就乖乖地在这写画本 之前那个婚礼让你伤心了 我答应你 等你回来 我一定还你一个誠心誠意的婚礼 怎么样 来 答应我啊 早点回来 这边 我 真的 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 我 我